歡迎來到新聞娛樂TOPY 有沒有姐弟戀的經驗呢 一定很多人有 或是越來越多人有 所以謝金燕的姐姐 才會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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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殺對不對 現在的這個很多的弟弟 好像比較沒有在拍攝 反正是中年男人 他們只喜歡妹妹 反正是年紀小的弟弟 最喜歡姐姐了 現場今天又有弟弟 又有姐姐 跟我們來談一下他們的經驗 是不是姐弟戀來的時候 擋都擋不住 先來介紹資深媒體人麥洛瑜 謝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 謝玲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藝人特別來賓郭馨 謝玲姐好 大家好 特別來賓魁亞欽歡迎你第一次來 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狄志偉 大家好 星座專家艾菲爾 哈囉 大家好 好 先來老實說一下 現場的來賓有姐弟戀的經驗 請舉手 一半有耶 姐弟戀 一半有耶 那個已婚的這位先生 這位爸爸 現在舉手適合嗎 9歲 9歲喔 妳的幾歲 3歲 那 雅馨 我的話是小我4歲 還是那位仁夫 仁霸姨 9歲 妳好強喔 但我真的覺得那個時候對方 他一直在矛盾說我 到底可不可以跟小我9歲的人 等一下 那個時候你幾歲 那個時候我29歲 他 他到我9歲 他如果要生小孩的話 再這樣等不行 對啊 像以迪要喜歡姐姐 就覺得一無反顧 但姐姐就會想比較多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了解 幾位的真實經驗 但是最近有兩隊 我們先叫文婉講第一隊 對 那個大家看了嚇一跳說 易能靖又傳出緋聞對象 還小他10歲的 對 非常有名的演員 是這兩個的哪一個 兩個都是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 為何他畫得出來 差好多 造型差異多 而且他表皮一個這麼清純 對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不要看易能靖悲傷朱莉葉對不對 那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易能靖呢 姐姐今年已經45歲 有那麼多 保養得宜對不對 再來呢 秦浩 他今年35歲 所以相差了10歲 大家會說這兩個 到底是怎麼弄在一起的呀 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知道呢 近年來其實易能靖呢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對 在對岸發展 尤其他現在呢 改當成什麼呢 製片人 所以他們最主要呢 他呢 就是在去年 他呢 製了一個片子 他當了搖滾英雄的製片 所以呢 這個秦浩呢 是那個片子的男主角 然後呢 所以呢 所以因為工作節約 所以大家呢 就把這一段戀情呢 就是姑且稱之為 而且據說呢 秦浩好像呢 有打算加盟 這個易能靖的工作室 所以他們可能關係會更進一步 大家就說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因為去年呢 其實大家或多或少一些補風捉影 就捕捉到我們的Annie呢 好像呢 有跟一個圈外的好像老闆 有被拍到一些 比較感覺輕膩的畫面 那是不是 那個是不是對象之一呢 沒多久 又跟另外一個男演員 叫潘月明的 也拍到說 好像參加了一個生日派對 可是呢 這個弄來弄去呢 大家都不知道 誰才是真正的那一個 那個人 後來呢 其實是呢 圈裡面 就是最近 圈裡面的包括他們大陸那邊的製片人 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就悄悄的講 其實呢 真正呢 的那個 那個男人 那個他談戀愛的對象叫做秦浩 那你就說他們兩個到底怎麼來電的 其實認識秦浩的人就是說 他跟哈琳其實形很像啊 就有點 有點非常放浪不羈啊 可是又是滿肚子才華 然後呢舉手投足之間 一看就覺得非常的吸引人 藝術人 就這麼簡單 那有人說 其實呢 現在當然還在所謂的 好像若有似無 但是其實大概這一個月 就是二月份 可能會有一個答案出來 因為據說 二月 馬上就要有答案了 其實邁哥最清楚啦 二月其實是 聽說他們會一起出席那個電影 等一下 現在就已經開始撲梗了 到時候柏林影展 兩個人有沒有一起站出來 都是話題 沒有的話你們分了嗎 有的話 就是這樣子了是不是 不過看到這個組合 真的很讓人嚇一跳 因為秦浩是一個 最近這幾年大陸 踹紅得非常快的一個小聲 但他不是以外型取勝 他是以演技取勝 他的演技是有點神經質 而且他是什麼樣的戲都可以演 《春風之醉的夜晚》 他演童子演得非常的入味 可是本身又演漢子 又演得很厲害 所以他跟殷仁關係 真的是電影才結在一起 尤其殷仁他這幾年一直很嚮往 雖然他當選秀節目的評審什麼的 但他一直的很大一個企圖心 在電影方面 他想拍一個很好的電影 所以碰到秦浩這種 很會演戲的男演員 我覺得那個火花就會出來 其實講到火花也不用 也不一定是要同行 像我們下面看到這一位 另外一位 那真的是姐姐了 而且他上了一個男朋友 那個德國籍建築師歐蕾 比他小七歲對不對 那時候在那邊講姐弟戀 姐弟戀 這一次換個新男朋友 比較小15歲來了 15歲 然後他是一個中法混血兒 叫Adrian 然後其實我們的Maggie 張曼玉姐姐 今年已經四十九了 其實就是已經半半了 然後這個戀情出來 大家就覺得好開心喔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金馬五十才過去沒多久 大家看到張曼玉的時候覺得 他變了 然後那時候變的時候 大家只覺得說 因為這麼大的慶典 然後金馬五十年所有的影帝影后 齊聚一堂 我當然要去弄弄補補 那時候大家覺得他臉好崩喔 弄到整個 哇 好像那個 那種橡膠人一樣 整個臉頰也風雨了 就一直覺得說 那一定是為盛惠而來的 因為他之前真的太 那整個人這樣太少了 對不對 我跟妳講 其實呢 今天看到Adrian出現了 小到十五歲的男友 中法混血兒 玩樂團的男生出現了 就知道 愛情的魔力多偉大 我為了一個男 我當然老娘跟你拚了 我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我們帶回去大概2012年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他剛分手 對 然後他來台灣 然後還是去香港 參加了一個時尚的派對 那時候照片一出來 水果日報 在時尚版 弄得麥哥一定也記得 好大一個版面 然後登了Maggie的照片 就張曼玉照片 他整個臉是消瘦的 他那時候整個就只見人 骷髏一樣啊 對 然後整個皺紋這樣趴滿臉 然後我永遠記得 旁邊的那個圖說是怎麼寫 對 就是說那個張曼玉老太狠 老太爬滿臉 然後皺紋 然後臉頰消瘦 對 然後完全什麼春風不在 什麼之類 然後有人講說他什麼 因為什麼情感重創 所以整個人精神狀態也不好 所以那時候老實講 其實情感真的會讓人家 真的整個重生也會讓人家死亡 可是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Maggie 她做了哪些改變 大家看看那個照片 第一個 她牽著狗狗 然後呢 一身帥勁的打扮 其實就是一個帽梯耶 妳老實講 旁邊那個穿牛仔衣的弟弟 跟他有差嗎 沒有 造型上完全一樣 沒有什麼差 感覺很般配啦 他們這樣子 Demimor為了要配合她那個弟弟 這好像Demimor 跟艾森酷奇的照片一樣 一千多萬這樣砸耶 你知道用心良苦 所以你要旁邊有個嫩男 不會那麼容易的 嫩男你應該是那一隻手 是什麼這隻手搭配 嫩男在這裡 姐姐要含虛一點啊 含虛一點啊 然後再來她做了什麼改變 你知道記者就這麼敏銳 其實呢 Maggie就是張曼玉呢 她平常都開Audi的車子 其實像我們這種少年紀 都可能開房車幹什麼 對不起 她跟弟弟出門呢 開的是吉普車 一定要的啊 你看 多帥多酷 對不對 對啊 現在要帶一隻狗耶 你知道嗎 而且看到Maggie 所以從前年她發生情變到現在 她那個笑容 睽違已久的笑容 那笑容充滿了洋溢著什麼 貝洛蒙的氣息 洋溢著青春的氣息 真的 妳的話語裡面有嫉妒的氣息 我沒有嫉妒的氣息 我說Oh my God 我就覺得愛情真的是神奇 然後一個女人可以為了愛 她整個改變 徹底改變自己 包括身材 妳要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上面 包括那個臉 妳會為了一個男人這樣嗎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 對 太厲害了 真的 愛情的魔力 她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我今天有帶來她以前 什麼叫不是怎樣的 她以前不是姐弟戀的 她年輕的時候都交比她 年齡大很多的 耳東生 耳東生 這個她當時跟韓國這個髮型屋 韓國髮型屋老闆Mark 也比她大很多歲 對不對 真的Mark 可是那個時候她硬而肥 你看那時候那個張麥玉 然後你看她嫁給阿塞亞 是她講過什麼話 此生我已經沒有遺憾 你看她當時阿塞亞是大她10歲 雖然阿塞亞是看起來像Babyface 對 可是比她大10歲 一直到她自己年紀改變了 她現在改吃弟弟餐了 可是麥哥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當然起人憂天 Maggie開心就好了 可是我不禁替她感到就是擔心 你知道 她又交了一個弟弟 然後這個弟弟又是玩樂團的 你可以告訴我 她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她可以多少收入 那所以呢 像我們這些大姐姐 如果要愛弟弟的話 除了要把自己完全維持在裡面 因為後面前撲後繼都是一些妹妹 等一下所以文婉 妳不可能談姐弟戀囉 我覺得我會有 我會覺得非常壓力很大 因為萬一她要我養她 我覺得我不是說 就是一定要那個養她 可是難免萬一她的 她男朋友有說 我有天生的錢 她在暗示囉 沒有 她在明示囉 她有自主的能力 郭婷很有能力的 這個你現在第一關經濟這一關 她已經過了 哪一個部分 不管是錢的能力 還是那一方面 只要那一方面 就害羞了 真的是 不要緊 你看吧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談姐弟人 有這樣的風險 尤其你看她男朋友 玩樂團 之前是個建築師 對 感覺真的還滿有前途的 對 那這個樂團我就覺得 不知道又要挖多少錢 郭馨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 我現在32 32 所以張曼玉對你來講 可能真的大了一點 不會 那是真愛 對啊 不一樣 那是另外一個主題 你OK嗎 對 如果 他們說你的姐弟戀才比你大了兩歲 17歲 這個差了17 我的天啊 可是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如果發生一定是真愛 開玩笑 借琳 可是你記不記得 姐弟戀很多 大家會懷疑這個弟弟在塗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 對 他們都說是真愛 可是別人世俗眼光是怎麼看 你跟姐姐交往的時候 你有塗他的肉體嗎 有嗎 有嗎 什麼樣身形的外形 其實他真的也是保養得很好 那你覺得姐姐真的比較成熟嗎 成熟 這個看個人觀點 我是覺得有一點 我很喜歡女孩子會煮飯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 好